好伙伴们注意看 当淡仔岛午夜剧院的主舞台红色木不拉开后 就会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木头树 这棵木头树淡仔靠近后 居然可以直接连根拔起 顶在自己的头顶 那么如此诡异的木头树 究竟是谁把它放到午夜剧院的主舞台上的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棵诡异的木头树 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吗 如果你在淡仔岛的午夜剧院建筑物中 也见过这一棵诡异的木头树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 午夜剧院主舞台上的这棵木头树它 非常的诡异 在淡仔岛中 我们使用弹球砸向它 它是会被砸中的 它受到了弹球的冲击力 在地上来回摆动 但是 当我拿起咸鱼去打它的时候 它居然可以直接免疫咸鱼的攻击 小伙伴们 你们看咸鱼像是在打空气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午夜剧院中的这一棵诡异的木头树 它的主人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仔岛的商店中 找到了午夜剧院主舞台上的 这棵诡异的木头树的主人 它就是道具师芙芙 仔细看道具师芙芙 用红色锯子锯的这棵树 就是午夜剧院红色畜牧 拉开以后的这棵木头树 所以说 午夜剧院中的这棵诡异的木头树 就是道具师芙芙 把它放到午夜剧院的主舞台上的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